川普任期倒數48小時 沒有最狂 只有更狂 今天傑銘要來帶我們看到的是 在他瘋狂48小時的背後 居然使出了最後的大殺招 他繼續追擊華為 還居然使出了這個高飛的制裁 商飛的制裁 這是什麼樣的一家公司 背後藏著多大的戰略密謀 事實上其實這部分焦點之外 其實最大的焦點 在最底下新聞最勁爆的是 川普終於做一件事情了 他可以赦免大量的刑事犯 跟政治相關的政治夥伴 在刑事上的責任 這事情真的驚爆整個新聞 因為是由紐約時報開了第一槍 而且有所本 他手上拿了一份協議書 這份協議書上面擺明一件事 你只要花5萬美金 我就可以讓你免於刑事 不只如此 他早在這個選舉後之後 在一個會議上 那麼遇到了就是我們說 他的律師的一個夥伴 就說一句話 你只要付多少錢 高達200萬美金 就可以得特赦 你看我現在超 特赦都有價 背後都有 前客都有供應鏈 是的 所以這件事情現在已經在美國 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不過我可以確認是 川普並沒有特赦自己 不過回到剛才主持人所 談到這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在今天 是在各大財經媒體 下了一個重磅訊息 原來我們以為 就剩下24小時了 或48小時 whatever川普就要下來 理論上這事情應該是 就是平淡風輕 沒有想到商務部突然發了一份資料 給了包括英特爾在內 數家半導體公司 跟他說 你們之前所簽的這18份合約 到這個主要5份合約 到18份合約 跟你講一下 全部終止 你們全部不能賣給華為商品 這一份合約本來以為說 至少你關了大門 留一個小細縫 讓英特爾等這些公司 可以繼續跟華為做生意 是 全部關起來 而且你知道這金額是多大嗎 總共是高達1200億美金 而且你知道嗎 預計裡面估計 其實不只如何 因為還有2800億美金的合同 因為華為大量跟英特爾買 還有NVIDIA 還有包括我們說的 這個日本的快閃記憶體公司 大概總共購買的金額 我要說一件 日本的快閃記憶體公司 不是只有美國 是整個跟華為有關係 據了解總金額價格 高達4000億美金 4000億美金有什麼概念嗎 你知道中國一年賣給 美國的商品 大概在5400億 所以這些半導體商品總價 幾乎是等於 中國賣到美國一年的商品 這個力道夠猛 這只要叫一件事 叫華為你就是不要想活了 絕殺華為 華為這是沒有懸念的 問題是它不是吃素的 2018年初開始打冒戰 打到後來華為整個是 幾乎打到牆角往死裡打了 它難道沒有一個絕地逢生的 一個密謀的轉身的大法嗎 好 這個問題其實在 剛剛2019年 美國對華為動作的時候 華為就已經有警覺了 他說這個事情一定是越來越大 所以他緊急做了一個 一年半的所謂的收購計畫 那麼要收購至少 20家以上的半導體公司 而且它收購範圍你知道嗎 從晶片設計到設備到軟體 到這裡面所得相關元件的公司 能買就買 拜導體一條龍 你說華為的轉股大計 在我們忽略它的這一年半裡面 它開始買 從最上游買到下游 而且你知道這名單上面有台灣 有日本 有韓國 有美國都買 也就是說只要有人想賣 我就通通買進來 而且你知道嗎 中國這時候他們做個決定 他們打算自己要建置自己的電腦系統 我們應該說電腦系統基本上 而且它有設時間點 2019 2020 2021 2021 分30%的公有的機關 你的電腦要更新 50%的公有電腦的更新 在明年你全面更新 是超過3000萬一台公家機關的電腦 就是讓你有業績 可是話說回來一件事情 這件事當然對華為來說至關重要 你知道這個前置重要 不是只是要他們公家機關 買3000萬的電腦 這是一回事 問題攤開來 你做筆電 第一個你作業事實上要不要做 第二 你要主機板 第三個你還有所謂的 中央處理器 沒那麼單純 但是你知道 中國你知道這件事非做不可了 所以一口氣把中國最厲害的 五家做軟體的公司 全部集合起來 裡面包括中國電子集團 還有武漢生支度 這個算有名氣的 還有包括中興 新支點 他總共把這五家各自 所謂做系統的全部集合起來 你們不要再各自做了 你們一起來做 打造他們一個計畫 這個計畫叫做UOS Utility Operating System 這個系統直接對微軟開槍 砰 我作業系統有了 好了 那個問題當然這部分 當然華為它並不是主要的 但是你既然政府已經有主攻 一個所謂的作業視窗的話 對他來說 我就打隨棍上 所以接下來華為就也不用客氣了 直接就發展他自己的中央處理器 你知道一個筆電 除了你的作業視窗之外 就是中央處理器 沒想到他真的做起來 他名字叫昆盆920 而且我現在在說昆盆920的時候 他已經發現到昆盆920C Plus了 就瞬間之內往下做完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 他的筆電絕對可以全面自製 美國追殺 手機受限 沒關係 我拐一個彎轉股 從筆電開始 操兵 練功 中南海駐權的情況之下 分三年如果統統改成了 索產Notebook的話 華為不就在這個駐權之下 轉股成功了 是 所以他可以回頭我一件事情 我如果能把這個電腦做完 我伺服器也就不用擔心 因為伺服器就一切成功 高速運算跟便利運算 卡在誰 卡在NVIDIA NVIDIA的板卡也沒有賣進去 所以如果今天電腦做完之後 伺服器做起來的時候 他就可以跟美國說 我根本不需要你們了 我們來看到 川普除了針對華為 繼續絕地追殺之外 他的口袋裡這個所謂的 制裁黑名單 就在他卸任前48小時 看到了這一家商飛 中國商飛是怎樣的一家公司 講得上一句話 最近不是有聽到一個著名的C919 大飛機 對 這個做的商業用大飛機 就是這家做的 上海中國商業飛機公司 還有他設計公司 結果你知道嗎 剛才講的是華為 結果沒想到 這個川普把矛頭一指指向了 這一家上背公司的說 你也是軍方供應商 我怎麼修理他 開什麼玩笑 他可是中國商業飛機 自主的一個要件 早在2014年展現之後 在去年的時候 直接飛上天空 那一瞬間 中國人瘋狂 在去年10月份 我們自己有自業上用飛機 而且翱翔在天空中 結果這一個結果的時候 包括中國在內 主要的這個飛機公司 全部下訂單 要下100台 但問題來了 飛機最重要是那個科心臟 叫做發動機 這發動機主要是兩家公司 一個叫奇異 一個叫雷神 而事實上你看到C919 在當時中美還沒發生 貿易戰的時候 中國的算法是說 我自己在一些部分 我自己有專利權 但我主要技術 跟你美國買 一台C919 有60%的關鍵領主機 全是跟美國買的 那你這麼講一句話 如果你今天砍斷 我這個所有的供應鏈的話 對不起 我這飛機不就是完蛋了嗎 好 這事情聽起來很恐怖 是不是故事要結束了 但是 等一下 原本2020要量產 沒有 他說不用 我2021還是有辦法量產 如果你沒有這個引擎 你怎麼量產 好 這個事情就有趣了 你知道就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去年底的時候 他們就公佈了 他們的所謂的最新的 這個發動機叫長江1000號 他公佈不是整個引擎 他公佈最難做的就是那個板子 就是我們說是扇子 扇子有特殊的名字 你也可以聽 叫做 泰鋁合金低壓 鍋輪葉片 這名字很複雜吧 但問題來 你要在高度幾千個小時內 不斷的運作 而且它比較輕 因為它輕 所以飛機可以飛得更久 載量更大 好了 他們宣布 他們已經測試成功了 所以他們這一次的所謂的 長江1000號的渦輪區 正是可以放在C919的上面了 這張圖你可以看到公眾朋友 一架C919 你看全部主要的關鍵領主艦 全部都是外國的 換句話說 要絕殺這架 中國的大飛機 川普是容易得很 他以為一捏就扁 沒有想到 他會讓他心臟休克 他發展出更強的一顆心臟出來了 是的 我想講 大家說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只知道他有這個 所謂的渦輪片已經知道了 但是問題來 大家還是很好奇 因為沒有真的看到 長江1000出現在鏡頭上面 大家是會打一個問號 好了 我們就解這個謎 其實真的我們這樣講一句話 中國最近展現了一家 非常厲害的 這個我們說運輸機 叫做運20 它也在我們台灣附近有飛過 那麼這運20號稱是 中國拿到全世界已發達國家 長城載運兵力 或採用載運這種所謂 佔用物資的主要武器 好了 我為什麼要談這件事情 因為他載了四顆重要 中國自製的引擎 它叫做Warsan 20 而且你知道嗎 原本運20它的引擎 是從俄羅斯那邊學來的 但是他們經過改造之後 你知道原始的俄羅斯 大概只能推力只有12.5噸 他做出來這個Warsan 20 可以最高到幾噸 可以到16噸 你知道16噸 其實就已經可以放在C919了 但是他的問題來說 他這是屬於軍用的 他希望發展民用的引擎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謎 恐怕不是謎 因為他連Warsan 20 都可以做出來的話 他當然就有可能可以做 所謂的長江一千 而且話說如此的時候 中國又出了豪雨 他說我不是要做長江一千 我還要做長江兩千 要放在C929 連這豪雨都出來了 好 但是回來大家還是要好奇 這個運20到底有著強 我這麼說 因為中國現在在很多島嶼上面 都投資的兵力 但是問題來了 他如何能夠把快速的 把這些人轉移過來的話 他需要一個長城的運輸能力 對不起 運20現在展現的是 超過4000到5000公里以上的距離 預期 也就是說從中國出發 經過加油機 全世界可以繞一圈 所以看起來他們的這個Warsan 20 恐怕不是省油燈 那麼就可以預期 他這個C919的引擎 應該做得出來 邀請您一起加入57報新聞會員 跟俊相一起挖真相